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细细想来的确如此 人生不是独角戏 我们总是与他人互相关联 互相影响 境界高的人相互扶持 路越走越宽 境界低的人相互为难 路越走越窄 一生不长 你想成为哪种人 由你自己决定 人帮人 成就人 在因电影《你好 李幻英》爆火之前 张小斐有过一段非常心酸的过往 那个时候的他 顶着北电的光环 演得却是没有几句台词的路人甲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一个胖胖的女孩 那个女孩就是贾玲 因为走过张小斐走过的路 北漂多年还是积极无名 在剧组被欺负 被轻视 所以贾玲特别明白 一个舞台对于热爱表演的人来说 有多重要 是啊 真正淋过雨的人 总想着为别人打把伞 于是贾玲向张小斐伸出了橄榄枝 让张小斐走出困境 走向今后的事业高峰 今年年初 春节当电影最大的黑马 你好李幻英 最终票房突破50亿 刷新了多项电影记录 一部你好李幻英 让贾玲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也让张小斐成了几十亿影片大女主 而一切离不开他们的彼此成就 你带给我希望与梦想 我带给你温暖与陪伴 你帮我实现演员的毕生夙愿 我帮你圆了多年的导演梦 听过一句话 你给别人铺路 其实就是为自己搭桥 多搭一座桥 就会多一条出路 真正有格局有远见的人都懂得 成就别人也是在成就自己 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 你帮助别人 别人也会帮助你 你成全别人 别人也会成全你 正如作家刘盈轩所说 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给别人最好的 别人也会给予你最好的 这个世界所有的成功 离不开相互扶持 更离不开彼此成就 群狼可以对抗老虎 群牛可以对抗狮子 只有互帮互助 集中力量 人生之路 才能走得顺遂妥当 王阳明说 处朋友 物相下则得宜 相上则损 与朋友相处 彼此谦让 就会受益 彼此攀比 只能受损 放平心态 放大格局 减少私心 互相谦让 这样不仅每个人的利益 不会受损 双方还能在互帮互助中 达到共赢 人比人 气死人 俗话说 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很多时候我们感到累 大部分是因为 内心的攀比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 小舍得 南丽和田雨兰 是一父一母的姐妹 南丽的父母与母亲 离婚后 娶了田雨兰的妈妈 他俩因为这层关系 而被迫成了亲人 田雨兰妈妈是护工 家里条件不太好 所以田雨兰 从小就憋着一口气 就想证明 自己也能过得 比别人好 印象最深的一幕是 南丽女儿夏欢欢 在歌唱比赛中拿了奖 南丽父亲 让她当着大家的面 唱首歌 表演结束后 田雨兰不淡定了 她让儿子严子忧 给大家表演 背圆周率 其实孩子们的表演 只不过是为了 调动饭桌上的气氛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田雨兰 偏偏就喜欢较劲 喜欢和他人比 你家孩子表演节目 我家孩子也会表演节目 你家孩子优秀 我家孩子更优秀 可这样比来比去的结果是什么呢 欢欢离家出走 严子游患上心理疾病 而田雨兰因为长期逼颜子游学习 被婆家嫌弃 丈夫跟她冷战 就连儿子也说自己最讨厌妈妈 何苦呢 美国作家马歇尔曾说 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生活 就去与他人做比较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人生的许多烦恼 大多是自找的 小时候比谁的成绩好 工作了比谁的工资高 结婚了比谁的老公有本事 生娃了比谁的孩子更优秀 你看 人的一生 就在这种比来比去中 消磨殆尽了 有句话说得很在理 人一旦开始攀比 就注定输了 因为永远有人比你优秀 总有比你优秀的人 总有你看不完的风景 攀登不了的山峰 与其在互相比较中 伤了和气 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 不如放平心态 学会知足 不和别人比 好好做自己 人采人 毁了人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 螃蟹定律吗 水桶里 只有一只螃蟹时 它能很轻松地爬出来 但如果放上很多只螃蟹时 就一只也爬不出来 因为每当有螃蟹往上爬时 就会有其他螃蟹往下拽 螃蟹与螃蟹之间互相踩爬 最终的结果是谁也爬不出来 我爬不上去 你也别想爬上去 我过得不好 你也别想过太好 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中 有一句话 人性就是如此 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 不是说我也要到那里去 而是对别人说 你下来吧下来吧 也到这泥潭里来吧 这种人性之恶 叫做见不得别人好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允许陌生人飞黄腾达 却不能忍受身边的人发迹 就像乞丐 最恨的不是大银行老板 而是占了他摊位的另一个乞丐 看过一个新闻 青岛的高考生长生 迟迟没有等来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他的同班同学跟他报的同一所大学 分数还比他低 却被录取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他 去山东省招生考试院查询 发现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人修改了 而修改的人 就是和他报考同一所大学的同班同学 更过分的是同班同学给长生修改的高考志愿 是一个录取希望特别渺茫的学校 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谁让你考得比我高 考得比我好 我就是想让你落榜 想让你考不上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 自己没的 若别人有 自己就会心生恨 若别人正极力追求一个自己没有 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 便会极力窜躲说 此物不好 见不得别人好 想方设法地搞破坏 踩一脚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因为你对别人所有的刁难 最终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 生命是一种浑身 送出去什么就收回什么 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 你给予帮助 收获的是鲜花 是掌声 你盲目攀比 得到的是愤怒 是嫉妒 你眼红别人 回馈你的是害人害己 是寸步难行 正所谓人帮人 成就人 人比人 气死人 人采人 毁了人 愿往后余生 少些嫉妒 少些比较 多些成全 多些扶持 从而活出更广阔的人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